大家好 在上次我们学了臂宝的好处之后 但是在讲解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指明它的一个然理 这次课我们就学习使用臂宝的一个注意点 通过这个注意点的讲解的话 应该可以把你在上次学的过程中 如果碰到一些疑问的话 是可以解决的 那么我把它注意点 主要是列出来这么几个 第一个注意点就是什么呢 如果它补获了 把一个臂宝补或者是负的那一个病量的话 它只是一个引用 不是负字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写了一个函数 放个形f 然后在这里定义了一个病量number值 number等人1 然后这里面也定义了一个函数 那么形成一个臂宝 比方人家基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 在这里把那个 这个 值呢 我的alert也出来啊 alert也可以 alert number 然后我们这样 勾进这样一个代码 number呢 就加加 然后最后呢 在这里调用一下 当然我们在外部呢 也要把这个函数调用一下 那么运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结果 测试一下啊 alert是一个2 那么看一下 分析一下是什么燃硬 为什么说我们那个 导头里面就是说是个引用 而不是复制 而且弹出来的结果是 是这样的啊 第一个 当你润行到啊 首先你f一调用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 一个词法环境 f的一个词法环境啊 f的一个词法环境生成出来 当它润行到这里的时候呢 g的一个scope就出来了 比方说g的一个scope呢 就等于 等于f的词法环境 此时呢 币包也产生了 因为 记住我们以前的讲解的话 币包已经产生了 但是呢 这个g还是没有正正韧性 好走到这里了之后呢 number的值变化了 number的值加加 从1变为2 其实number的值的话 就是f词法环境啊 f词法环境是不是一个对象 number里面就会 是它的一个成人 然后这里呢 你就把它由1变为2 然后呢 接下来在g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 因为g的scope 其实引用的就是赤法环境 引用的是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的number 你变化的话 所以在这里alert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个输出的是一个2 而不是最开始这里的一个number1 所以说这种 这种话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引用 而不是一个复制 因为在创进币包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把它补货的 这个变量number值呢 它复制过来 它 你可以把它认为 复制的是这个词法环境对象的引用 而这个对象里面的东西呢 你修修改改的话呢 最终会在这个 这个币包含兽润行的时候 会有 会有所反应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含义 就是说它是一个引用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纸拷贝 就是一个对象的一个引用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第二个注意点呢 就是什么呢 副函数你每次调用的时候呢 会产生不同的币包 那么这个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里呢 写上这样一个函数 f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也是像刚才一样 生命一个number等于1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return一个函数 出示 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干什么事情啊 我们每次呢 就是这个number呢 进行加加 然后呢 alert一下 alert一个number 是这样一个 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调用它呢 比方上 phir的result1 就等于f 然后呢 result1你调用一次 result2 result2你调用 调用第2次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定一个 第2个变量 result2 等于f 然后result2呢 调用一次 result2 调用第2次 我们可以测试分析一下 这段代码 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运行 输出2 然后输出3 接下来呢 又是2 又是3 好 这就是代码 那么它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在这里调用了 第1次 因为我们学那个 js的result2 之后我们知道 每次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它就会创建一个新的 词法环境 所以你调用第1次 调用第2次 就创建了两个不同的 词法环境 而第1次这个词法环境里面的话 它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词法环境里面 它有一个number 有一个number 此时等于1 而这里呢 它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词法环境 比方是2 它里面呢 也有一个number 此时呢 仍然等于1 不是这样了 所以接下来你在这里result1的时候呢 调用的时候 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它补破的是 这一个词法环境的1 所以让你新加加 就变成了2 你弹出来就是2 第2次 因为它补破的是同一个 同一个L1 因为你这个F没有重新被调用了 所以它继续呢 就是调用这里 把那个number从2 变成3 所以你弹出来是一个3 这是这个 那么下面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它从1开始的嘛 你加加 这里也是2 这里也是3 所以这种我们浏览器看到的结果就是 谈出两个 2和3 这就是 这是个导图里面说的那个 这个含义啊 富含是每调用一次会产生不同的 一个壁包 它本质然就是什么呢 因为每调用一次 它会产生一个 新的词法环境啊 这就是那个壁包的那个 第2个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第3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案例啊 你先看一下代码 一个什么案例呢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这个页面上有3个DFA 每个它的值是123 当然ID呢 我也为了减并啊 也是123 这个模拟什么情况呢 模拟我们那个页面上的分页 比方说第123 这个123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每次单击这个DFA的时候呢 假设发起一个阿加克斯请求 同时把那个页 最属于这个页的内容呢 就更新到那个 当期页面就去 就是模拟这个 那么我们通常可能会 写上这样的代码 比方 然后4 4循环 VAR I等于1 然后I 小于等于3 我们为了紧并啊 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又干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是不是要给那个 这个三个DFA呢 就添加一个单击试镜 那么我们会怎么做呢 VAR 比方说一个 一个软数 Document .getElement byID 然后把那个I传过来 因为我们这样刚好 ID就等于1嘛 这样设计 然后接下来的话 121 你就给一个 OnClick 这个属性 添加一个回调函数 比方说 好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发起阿加克斯请求 同时呢 把这个 这个软数的那个1传过去 因为你这种写法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这样传 阿加克斯我们就不写了啊 就alert一下 好你这样写 这样写了之后 我们测试一下 看一下效果啊 任性 好刚才那个代码呢 我们没有 注释掉啊 好保存再测试一下 好出场了 我们就点击看一下 添加单击式进 有没有成功 成功了啊 但是弹出来是个4 而且每一个呢 看出来都是一样的 燃义是什么呢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稍微分析了一下啊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是没有那个 快作用率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 这行代码其实等价 这行代码 比方说 飞啊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其实是一样的 变成一个传局的 也就是这个 I是个传局并量 然后传局并量了之后 你给这个 燃数取得了之后啊 每次循环了之后 相应的 这个I会取得准确的那个 相应的DFA 但是给他添加一个 毁掉函数的时候 他引用了这个I呢 就变成一个传局 因为这个函数 此时还没有执行 等到真正执行了之后 I已经变成了4 所以你每点击那个 点击那个页面是那个 燃数的时候呢 他就弹出一个 alert一个4 这就是那个 我们平时写代码 经常会注意的一个点啊 当然解释办法也有很多啊 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通过那个nace 因为在这个毁掉函数 nace指向就是这个 DFA软数本身 你通过nace 然后得到他那个ID属性 也可以得把123 这样分别得到 得到然后你就发现 RJ可是请求 当然我们今天就不用那种方式 我们用一个什么方式呢 用我们今天学的一个 一个那个 帝包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弄呢 大家可以试考一下啊 本质软硬刚才我们说了 因为I是 函数韧性的时候 I已经 循环已经结束了啊 所以访问的是最新的I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想一想啊 是不是我们可以写一个这样的 一个方克形 一个匿名函数 同时 干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匿名函数 我们把它扩起来 整个 扩起来 然后 立即 调用 同时 在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匿名函数的话 代码就是这样的了啊 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就是什么呢 因为你要 毕竟还是要给那个 onclick 你可负一个 函数 是不是 所以 立即调用的匿名函数 里面 一定要一个 return一个函数出去 同时这个匿名函数呢 我们加一个参数啊 加一个什么参数呢 比方说把这个I传过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搞一个id值 然后我们这里alert的话呢 就是alertid 这样就变成一个什么结构呢 我把这个代码稍微调整一下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匿名函数 好 这样 看起来要清晰一些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循环第一次的时候 i的值是1 然后这个函数 立即被调用了 是不是 所以把这个1呢 就传到了这个函数的id里面去 同时 这个时候是不是 因为这个函数 一调用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b包了 是不是 而这个b包 捕获了 一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第2个知识点啊 b包的注意点 副函数每调用一次 就会 产生一个不同的b包 所以这个时候 1来了 然后就产生 捕获了那个副函数 这个函数没有名字 是不是 就捕获了它的那个 1 那么当循环第2次的时候 2传进来 一样的这个函数呢 会捕获它的那个2 因为那2传进来了嘛 所以整个循环结束了之后 然后你开始点击这个 软数的时候呢 因为你每次会记住它 富函数的那个id相应的123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结果的话 就会是什么呢 就会是这样的 你每点一个 它就会弹出相应的 我们看一下啊 问题是怎么样 有没有刷新啊 弹出1 这里呢就弹出2 然后这个地方相应的也就弹出3 这就是我们通过b包来解决 我们刚才出现那个问题啊 这个软理一定要想清楚啊 当然这个除了这里的话 关于b包的讲解呢就结束了 我搞了很多不同的代码的案例呢 来引识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把这个代码就多敲一下 然后一定要结合那个调试工具的那个 查看b包的那个工具啊 多多练习多的理解啊 关于b包的课程的话呢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 感谢观看